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这个球 演变楼顶出现失误 广州队在前上抓住一个机会 可惜打在了横梁上 演变队 露得不错 再来看一下 球确实是一蹴而就 轻松的破门 罗南那也是非常 其实就是他们刚才在全面压上之际 可以说是后方线失位同时是没有能够很好的补助到的位置 而阎原龙顶就是前场的局部队 战术小球快速开出 不错的配合 直接打门 这个想法实在是有点全面压制住的对手在打 看看这样的进攻华士能不能受到效果呢 能够没有什么保机之忧吧 好 看这个机会 没想到这样一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 球开出来以后呢 其实 大家可以看阎原龙顶队还是顶 守到了这个位置 但是最后一下的时候呢 稍有所放松 这个落点判断的稍微有点不足 而18号拳呢 在后退的过程当中 成绩呢 以这个班底来说应该算是非常的不错 来看这个机会 横传到门前 可惜队 来看这次进攻 就传进来 机会 漂亮 今天阎原龙顶队的这个进球效率可谓是非常高 13号零赛局 我们再来看一下 非常漂亮的不能球落地的一个转身的射门 球传的也非常的到位 9月13号 被能压着他开出来 哦 直接打门了这个 一领先 广州俱乐部呢是从左往右攻 看这个机会 哦 非常可惜啊 好 看这次进攻 转到中路 哎呦 罗南的打门是 防守干扰一下打刺的 外围还有 再打一脚 被防守前封堵出来 广州队 再往内打 好 晃动的不错 再挑进来以后 好 前场 差一点被 颜原龙已经差一点了 前场又反响 好 现在 前场的是成功反响下来 这也是广州队 送出的一个机会 机会 标准的一击甩头 好 看这一次 就在刚才还在回味这个 17岁门将的一个表现之际 广州队呢 是利用一次快速的突进 当对手攻出来之后 他们也获得了机会 自己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快速的这个反击当中 还是这个贝尼亚罗萨 倚注了这个对方的选手以后呢 创造机会把球传给了 阿莱格里亚 同样是来自哥伦比亚的外援 非常漂亮的一角射门 扳平了比分 哦 这个机会 哎呦 这个高难度的打门啊 也是一个 哦 传到了中路 看广州队的这次冲击 哦 看这个机会 可惜球还是偏出了球门 第四进攻的结束 采判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最终在2024赛季 中国足球协会假节连赛 第14轮的这场较量当中 延远龙顶是主场2比2 占平了广州俱乐部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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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